港鐵新款列車曝光 在社交網站專頁 昨天在百鄉車廠拍到多張新款國產列車的照片 見到這一款列車的外形 近次現在東鐵、西鐵所採用 俗稱千九的近基村旗電動列車 但採用銀色、灰色和紅色的新塗裝 而列車每邊設有五個乘客出入車門 車廂裏面設有樹脂撞扶手 大眼裡的網民發現車身多處出現疑似粒痕 而且為數不少 又質疑這些疑似粒痕 若不是貼紙印所造成 就是降水和造工很有問題 批評外地造工差劣 部分網民也似乎對新款列車的外貌不太受落 尤其指車頭設計惑特 如同一副煨所耕笑的樣子 是假千九、真山寨 一見光就飽受劣評 看來港鐵都要想想辦法 如何安撫一群網民 我是NTV東網 電視新聞報導報導 好看 好看 好看